Hello 大家好 我是Ammy 有沒有覺得今個夏天特別熱 加上濕濕濕濕的 我也忍不住開多了冷氣 不覺不覺用多了電都不為意 不說你不知 原來中電已經陸陸續續幫客戶更換智能電錶 有了它 就可以用中電的APP 隨時查到用電量 以後用電就更有預算了 未聽過智能電錶 那就讓我告訴你吧 安裝了智能電錶之後 就可以透過手機APP 或者是網上帳戶 看到適時的用電資訊 不單止可以知道每個小時用了多少電 甚至連過去90天的用電情況 都可以一目了然 那就不用等身一期的電費單 才知道家裡用了多少電 有了這些資料 每道電都看得清清楚楚 就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和家人的用電習慣 我還根據中電的省電貼士 做了個小測試 實測看一下省到多少電 首先測試的第一晚 我好像平時這樣 開大概23-24度的冷氣睡覺 那天家裡用了14度電 第二晚我就參考中電的省電方法 調高冷氣機的溫度去到26度 再配合開風扇增加對流 真的量得快很多 那一晚我一樣睡得很舒服 之後再看APP 第二天是用了11.1度電的 見到原來真的用少了3.6度電 大家都不妨試一下這個省電方法 舒適度和就這樣開冷氣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但最重要是可以省到電了 少數怕長計 原來這樣做每個月都可以省回不少電費 除了是得體用電量之外 智能電錶還有其他功能都是很好用的 例如預測用電量 它懂得因應家裡最近的用電紀錄 去預測下一期的用電量和電費 這個功能非常方便自己和家人去管理用電習慣 加上APP有得設用電量提示 只要開了預測用電量和異常用電量提示通知 當用電超出我設定的level 它就會懂得提醒我 那就不怕失預算了 而我通常都會開APP Push、SMS和E-mail的通知 一旦用電超出預算 我都可以馬上收到提示 方便、快捷、又環保 另外我還留意到他們的APP 如果省到電 還可以賺到智能即賞即分 現在有智能電錶 省電就更加沒有難度 我還可以一路省電 一路儲即分 賺到的即分 就可以去中電智相買平台 換取不同的獎賞了 真是想起都開心 總括來說 自從換了中電的智能電錶 用了它的APP 我比以前更清晰知道日常的用電情況 因為這樣我就更加懂得省電 還可以輕鬆實踐低碳生活 如果想知道更多 就可以去中電的網站了解一下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都有些獨門的省電秘方 記得留言告訴大家 如果你都喜歡這條片 記得like、subscribe 和share給你身邊 追求低碳生活的朋友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